凉成即使一道动土典礼隆重展开 花费45亿元将研发生产玻璃基板 预计在明年底将可以正式生产 同时还聘请了日本国宝级的光学科技工程师 担任总经理 这项典礼的还包括前欧盟议会副主席 由于民间习俗 敬天卫神的精神表现 许多公司工厂都会举行所谓的破土典礼 但曾有一家建造大型机器的外国工程公司 在台湾投资工厂 一开始破土就发现地质上的骨骸 然而却草草的以焚烧方式处理掉 根据武府千岁指示 应该停工以防止更大灾祸 但外国老板不以为意 导致开工后发生接二连三的死亡事件 究竟这会是什么样的传说呢 灵魂尖兵即将前往 灵魂尖兵即将前往 啊 太痛了 灵魂尖兵即将前往 鬼话联天 各位朋友们 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鬼话联天 我是焦之芳 我是李冠夷 我是李冠依 所以对 鬼话联天的脚步 带到国外去 我们了解了各国不同的习俗 好像跟台湾的习俗 多多少少都有点点差别 譬如說台灣我們習慣如果是一個基地想要動土開工 事先我們會有一些拜拜這樣子的儀式 而且很慎重 非常的慎重 拜天拜地拜四方的好朋友然後才能夠開工 但是同樣的習慣如果到了香港 他們好像用殺豬公 烤乳豬殺豬公來當成這樣子的儀式 那你們如果去了馬來西亞那邊 他們會用一些什麼樣的方式 我們沒有問過說譬如說他們在破土的時候有什麼樣的儀式 可是其實馬來西亞人比我們還要明星 他們準備給一些那種好兄弟或是神明的東西比我們還要豐富 所以他們不只是敬神 他們相對對於好朋友尊敬的態度更穩重 而且非常的友善 他們對臨界朋友的態度是很友善的 就是臨界朋友坐在我家也是我家鄰居這樣子 這是不是跟一個國家的整個那個國情有關 如果國家稍微動盪比較不確定的話 好像大家迷信的程度是更加的嚴重 對會越來越神對不對 好了那這次我們的靈異最前線會到什麼樣子的地方去呢 我們這次是去一個怎麼講呢 它是一個靠海的一個專門製造大型機具的工廠 它就是像那種外國人來我們這邊就是投資開工廠 然後他們就挖到一些那種古骸 但是他們外國人可能不知道我們這邊的習俗 比如說需要問神或什麼 他們就隨意就是在那邊繼續蓋 蓋 建蓋這樣 可是就是當然就有人問神 可是他們就覺得說這個地方啊必須要趕快停工 不然那或是有一些問題會出現 可是他們外國人根本就是不信邪吧 不信 完全不相信這一套 完全不信邪 就是同樣的情況如果是在我們中國或是在台灣的話呢 一旦挖土 挖到了有這個網生的一些濕補的話 一定會舉行很大的一個儀式 真的嗎 對 就是超度儀式 就好像老師之前講的 如果這個地方沒有處理乾淨的話 恐怕之後就會開始怪事連連 對 就好像我們當初這個 有那個十幾號公園在林森北路這一邊 他要挖 要破土的時候 因為底下有一個很大的 這個日本的一個這個棺材在裡面 結果那個機器每次怪手到那個地方要開挖 那個怪手就壞掉 故障 然後之後呢也請了日本的那個送金團來 結果念的也是沒有效 最後是請我們這邊的那個道士 他準備一場法會 辦完之後 結果機器就很順利的開 那那種法會要很大嗎 大什麼 其實倒不一定啦 那最主要還是在於這些道士法師的 這個功力最主要 如果功力如果足夠能夠讓他們 往生跟他們達成這樣的協議的話 我想整個工程就會很順利 對啊 而且像這次我們去的這個地方 其實它的那個整個面積的相當的大 你想想看 外商公司 耗資千萬在這邊投資 做那種大型的機具 尤其是那種輪船的東西 竟然可以荒廢掉 到你進去的時候你會覺得就很可怕 很寒的感覺 深情會覺得地底上覺得那感覺就覺得很 很怪異就對了 嗯 到底這一個大型的工廠 為什麼會因為這樣子處理不當而造成廢棄呢 趕快來看看今天林營最閒線的孤魂七號 我們這次來到的這個地方啊 是一個很像學校一般大的一個製造大型的這種機具的工廠 而這一次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們工作人員知道說觀眾提供這個地點之後 看起來時間相當的短 因為加上我們晚上就要馬上出外景 所以其實也沒有很完整的把這個景看完 因為這實在廠房 廢棄已久的廠房 佇立在荒菸曼草中 當年在動土建設時挖出的數據骨骸 會不會與此地的鬼魅傳聞有所關聯呢 林營廠房又將讓尖兵的暗夜搜尋 發生何等不可思議的狀況呢 你知道他們的這個廠商啊 是外商 外國人 對 通常外國人啊 在一般的話 他們對於建築上面的結構設計 他們都會比較注重空間感 所以你們可以看得到 連天花板上面的東西 都會比我們一般的工廠還要高 這看不太出來說 這樣的建構是 我覺得一看其實應該就知道是那種外國人做的 對 而且這邊是在製造一些那種大型的機械的一些東西 你知道嗎 這個地方呢 其實外國人來這邊呢 建造像這種 像這種比較大型的那種機器啊 他們是用來做在船上面的東西 譬如說那種大型的輪船 譬如說裡面的發電器 或者是那種渦輪 渦輪啟動器 類似像那樣的東西 可是為什麼廢棄呢 聽說裡面真的有很多毀滅的成熟 呃 聲音啊 嚇一跳 小心點 大家小心點 你看喔 衣到他深受的程度 這真的廢棄很久了 你幹嘛 對不起 我被我自己嚇到 你剛剛二樓有沒有東西 你有沒有看到 我是感覺 因為我看到你的眼光 對啊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地方是相當長的一個 就是那種像鐵的那種 都生鏽很久了 對對對 我們走上去看看好了 這個公道其實蠻大的 其實你知道嗎 我一聽到 這好像不太能走耶 會掉一些 晃得很厲害 我覺得 你有沒有聽到 有沒有聽到 一個機器好像在轉動的聲音 對對對 我有聽到 我們兩個當時聽到那個 啊 不好意思 什麼東西 不好意思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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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病的發現是與靈界的接觸開始了嗎 高窗的格局又是否會形成另一種聚靈的特質呢 搜尋的過程 違績四伏 這個不能 不行不行 因為身就太糗了 其實當初這個廠房啊 他們破土的時候 因為這個地是還沒有被使用過的 那由於那種外鄉的人來這邊使用這個地啊 他們也沒有注意一些什麼所謂的風水啊 對 沒有像我們這種 認識很多習俗之類的 而且你知道嗎 他們破土的時候還發現 從底下挖出來很多的骨骸 對 然後外國人就想說也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禁忌嘛 這可能是因為他們 小高小鑫 小高小鑫 東西掉下來 小高小鑫 東西掉下來 可是好像不可能有人啊 因為都是空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打擾了 我知道這是你們的空間 不好意思 等一下 快看 剛剛那邊有燈耶 不是燈 不是燈 東西飄過去 對對對 一個白白的東西 白影 不見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知道嗎 當初他們每次每年到一個時節的時候呢 都會呢 發生意外的狀況 就是會有人死掉 對 或是同時會有什麼 怪的東西 比如說有人在插油漆啊 就突然就從上面掉下來 或是有人在搬運東西 然後那個鋼鐵架啊 也會自然的掉下來 而且在同一個時間 甚至於在這個廠房建設之前 跟完工之後呢 都一直發生 我們看到一個東西飛過去 白影啊 我一直看到白影耶 為什麼白影在這個地方飄來飄去 不是 它是飄在半空中 對 對 它是飄在二樓跟一樓的 我看到 天啊 我記得看到起來了 不好意思 傳聞不斷的鬼妹之說 會是造成工廠意外頻傳的原因嗎 惹人毛骨悚然的廠房 深不見底 姐妹們到底感應到了什麼 小心小心 對不起 她剛一直在飄去 這裡根本沒有風 對 就是這件水一直在動 你看我們站在這裡的感覺 從上面看 她又更高了 滿高的動作 她這到底看不出來 真的像在座床 而且還沒有 就是床的一些大型機具的東西 我們應該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我們今天進來就是要找出 其實當初這個工廠 為什麼後來沒有人敢再使用了 這也不知道原因 其實當地 他們也有當地的原因 你有沒有看到什麼 我只覺得二樓 一樓 東西在飄耶 你是說這個地方 就一二樓的中間 根本沒有 這是滿奇怪的事喔 我們看到的東西 是距離我們 你看 東西掉下來 不好意思 因為這邊廢氣滿久了 所以我們其實要滿小心的 殘破不堪的廠房 過時有物體墜落 這只是意外 還是零件的力量呢 鋼架架起來的 然後連上面的地方 是什麼 冰冰的 是你嗎 沒有啊 我身體是熱的 有東西從我們身上刷過去 對不起 這後面沒有東西啊 好噁心喔 是冰的 不好意思喔 對不起 我們現在找個地方 等一下 二樓 為什麼為什麼 你照就沒有了 我覺得沒事 我覺得我們發現 你照就沒有了 你看你又來了 有沒有 有 有東西要散啊 對 我的雞皮疙瘩 為什麼有東西要散啊 你們燈一打過去就沒有了 不好意思 小心小心小心 你到了 你小心一點 你這麼熱鬧嗎 到吧 這個 這個 鐵打到我的腳 遭受立場碰觸的鑑丁 是感受到靈界莫名的靠近了嗎 Amy的意外 若不開啟了一下一連串的狀況 這是現場亡靈的回應嗎 好痛喔 你聽到什麼 男生在唱歌是不是 我兒子講話 他講話 對 有點像 你說 吻 唉呀 好異議背心 哎呀 好規忍的聲音喔 這是一個平糜 哪裡哪裡 不好意思 這裡有個 電馬 怎麼剛不是 才聽到電馬的聲音啊 這個聲音一直持續 這一個平靈她 不是,有風扇,是不是? 等一下,風扇,風扇 天啊 風扇好大聲喔 不好意思 天啊,你們快點看 手音 我開始越來越毛了 樓層間的紅色手印顯得十分詭異 幽暗寂靜的角落裡 到底隱藏著什麼不為人知的力量呢? 見你們不斷有反常的表現 怎麼辦?我真的好毛 你知道嗎?我們現在要找的是 就是一直不斷地發出一些很奇怪的那種機器運作 甚至於還有那種風扇的聲音 是個廁所 而且廁所很多 這個病 有什麽東西嗎? 有人捧喝我的叫 不要笑 év… 快跑起來了 不要尷尬 到底是嗎? 下次,我會有骨頭打的下面 你看我又失場了 天啊 這個血手印是不是 你看這樣揮過來的 你看 都是 你怎麼打我啦 什麼東西啊 我不知道 怎麼會這樣啊 等一下你先把鞋帶綁好不好 天啊 小心喔 我覺得現在真的是草木皆兵耶 天啊 我們先整理一下我們的情緒 太恐怖了 因為我剛剛看到這個血手印 是在有點讓人覺得毛骨悚人的 你看這個手印是這樣子 然後這裡 你看喔 他們廁所好像是 男生跟女生合在一起的 這是男生的那種小便的地方 對 然後呢 這邊是女孩子的 小心一點 好髒喔 好多釘子 不好意思喔 小心點 好 我們現在走出來 對不起 你知道嗎 其實廢棄越學的地方 蚊蟲越多 對啊 而且怪怪的東西也越多 像我最近的蚊子真的是蠻恐怖的 很猛耶 真的 猛咬 不好意思 還有好幾次 還有好幾次 你看我頭髮 廢棄的廠房 更多精益傳聞 廣告回來 讓你大多過癮 敬請期待靈異最前線之公魂七豪 好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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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殘破廢棄的廠房裡 不時傳來莫名的聲響 建民們在搜尋中 也不斷有驚異的發現 這與此地盛傳的詭異傳聞 是否有絕對的關聯呢 你看我的頭髮 你頭髮怎麼老 怎麼掉下來了 為什麼 對不起 銀杏 妳太緊張了 可是我剛剛沒有扯啊 你們有看到是怎麼回事嗎 你們有沒有看到 我就以為我沒有拉我的頭髮 你已經變瘋婆子了 好 小心小心 你看 還有桌子 然後他還看得到他們 怎麼了 怎麼了 銀杏 銀杏 不要嚇到我們 銀杏 銀杏 外線向屏傳的搜尋現場 尖叫聲不斷 拍回此地的亡靈 會不會對我們造成威脅呢 接下來的狀況 更加讓人無法解釋了 我覺得真的是這邊 我覺得有點毛毛的 怪怪的 原來很多東西都一直在 就是跟著我們 我們走到哪 就有人跟到吧 剛剛他們不是在下面嗎 奇怪 啊 啊 啊 快走了 不好意思 小心 我知道了 當初有很多工人啊 他們知道 莫名其妙會在那邊 死啊 會跌倒啊之類的 飛到這裡耶 我的天 好大的一間廠房 這間廠房 它整個的感覺 變成 比以往你們鋸的 破舊很多耶 對啊 而且它 你其實從它建築上面 你可以感覺到 其實是那種外國式的建築 因為通常 一般外國式的建築 都好像會比較挑高的感覺 對啊 超高 兩三種感覺 為什麼每次都沒有辦法看到 就是你們 淋衣地點的全部的外貌 的樣子 拜託好不好 周小姐 不可以看到完全的外貌 不看到 你怎麼知道在哪 因為像這樣子的節目呢 我們要保障當事人 保障這個地點 甚至保障很多周邊人 不要遭受到一些不明就裡的人 去那邊好奇啊 那些騷擾 所以呢我們不會把這個地點的名稱 當事人的名稱 完整地公布出來 對啊 甚至呢這個地點 有的時候老師覺得太可怕了 不方便告訴大家 免得大家誤闖過去了以後造成一些困人 可是人家拍那個拍電影啊 都會先拍鬼屋的外面喔 那種感覺才有 喔 告訴大家 台灣 台北 淡水 的某個小地方 開玩笑 連外國人都來了 我跟你講去觀光 其實他們後來 在那邊開始營業的時候 那是因為不斷的發生意外 一直有人喔 就是在那邊死亡 就意外的死亡 比如說在弄那個什麼 爬上去的時候 在弄一些基居的東西 就這樣疊下來就死掉 或是說上面那種鋼筋啊 然後就突然會掉下來 然後打死 對 像有個柱子 柱子中間有個空洞 然後呢在那個空洞的旁邊的地方 幾乎是人沒有辦法 可以徒手站立的地方 居然出現了這麼多的手印 對 好奇怪 很奇怪 對 你們還說一直彷彿在一二樓的夾層中間 會看到一些白影 對 飄來飄去 我覺得蠻好奇的是啊 他們在那個工廠裡面一直有那種好像 機器在運作的聲音啊 那是不是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說那些亡靈其實還一直在那邊 做他們的工作 照你這樣講的話 其實就應該不只一個人對不對 對我覺得不只 尋了工人 還不停的在從事生產的工作 對 對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啊 你要順勢把頭上 有沒有可能 要看老師那邊 就是看我 我答不出來 老師 有沒有可能這樣子呢 其實喔 我們這樣講就是說 因為人一般來說 在生前因為做什麼樣的工作 他其實死亡以後 他的因應一直停留在那個地方 所以 難免他往生以後 他還是在這個地方再走來走去 那這種大型的地 有時候他其實取地的時候 是盡量以便宜為主 所以有時候那個地可能 我們講之前 那個地方以前做過什麼 是不是有像 有很多人都是把一些墓園啊 什麼喔 那一些墳地啦 把它清了以後 然後就很便宜的趕快 就買給人家脫手了 其實您從影片中可以看到 就是我跟尹真啊 就是不時的 被一個冰涼的東西這樣刷過去 那個是臨界朋友 是碰到我們 觸碰到我們嗎 臨界朋友 臨界朋友 那而且剛才那個 剛才他不是 你不是也有看到 有一個人 他蹲在旁邊 對 剛剛有一個 我就問老師 老師確定有 對不對 你也看到啦 我就是看到他們兩個 不是站在那裡 旁邊有一個 好像那種施工工人戴的安全帽 然後我是下面有鞋子 然後我是樹會跑掉 那個之前的 大概一秒鐘 兩秒鐘 轉兩中間的牆角 後面的牆角 我就看到好像 類似一個工人 然後就是在牆角這樣子 可是我一直 因為我沒有修過嘛 我不知道 我就問老師說 老師那個是不是啊 結果老師剛剛一講 我才確定我自己看的 然後而且 有八成 你看他一講完之後 講完之後一秒 我是閃到 那個帽子就啪就飛走了 對我是閃到 所以照你講的話 那個工人戴的安全帽 縮在牆角 也是有點被驚嚇這樣子的 就是在角落這樣子 在早期這種做這種大型的這些工廠 或者是一些這種 專門屬於男生的工作地方 他們有一個很大的禁忌就是 比較不喜歡女孩子進去裡面 對對對很多 包括像礦坑啦 包括一些 屬於男 就是專屬男性的工作地方 他們認為說 比如說女孩子進去 有些東西被跨過去以後 他們就會發生一些事情 或者是說 這個裡面有人去看一看 女孩子這個帽子戴起來以後 他會可能裡面會 會出事 對所以他就不願意 還好還好對不對 好啦我們趕快來看看 下一段 李英車前線的 孤魂七號 多大的廠房 搜尋本來就非常困難 加上沒有固定的方向 使得外警隊一度陷入了困境 我們糟糕了 沒路了 不知道我們現在 要往二樓的地方走 可是完全 到底是 雞其…雞其…雞其的聲音 我也聽到那個雞其在發動的聲音 什麼… 到底是什麼… 不好意思… 這裡真的讓我很崩潰耶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到底應該怎麼走呢 我們現在到底要找什麼地方 我們現在在打轉 我們在打轉了 不好意思 你看附近延禁煙火 因為這裡都是電 我覺得這附近應該是放電的吧 可是它卻一格一格的 每一間都不一樣 這邊也可以上去 我們可以試試走走看 會不會 什麼東西 啊 到底是什麼 你踩上來 沒有啦沒有 到現在我們還聞得到這裡面還有一些 那種大型機器的那種 奇怪的味道 不好意思 大家小心一點 天啊這是什麼 平台放電的東西 它這個電線很粗耶 而且 看得出來這個電線非常非常的粗 然後也不知道是做什麼用的 他們可能把機器移走了 這邊應該 可是二樓呢 有人在走 穿鞋子 好遠好遠喔 你會不會是 你會不會是不會在二樓吧 那上去看看 不好意思 看這樓梯可不可以走了 有人在叫 有人在叫 聲響 聲響像像是一種舞蹈 他們企圖 他們企圖帶領尖兵前進到什麼樣的空間裡呢 二樓完全不同於底下廠房的後況 更令人覺得窒息 我們剛剛在樓下看到的東西 穿到一樓去 對 我們對於那種窗的東西可能不是很了解 所以 不知道這一個一個的好像夜扇的東西 有點像那種冷氣有沒有 一格一格這樣子 休憩院的規模還算蠻大的 啊 啊 怎麼了 不要緊張 我超級好美 我一直拉我的頭髮 從剛剛一直到現在 小心一點啊 這邊有個門 不好意思不要跟我們玩好不好 這是什麼 這是 啊 什麼東西啦 沒有啊 好 什麼東西啦 什麼東西啦 你要幹嘛 啊 下宏 DAL SOU− 小高麗烙頭髮啊 什麼啊 還沒什麼東西啊 你也笑了,但怎麼會有人拉我頭髮 一再發生不尋常狀況是否是來自靈界的作弄呢? 這樣的感應會有什麼含義呢? 地上的精緻又有什麼樣的暗示呢? 她的精緻,又有什麼樣的暗示呢? 我看到這東西 什麼啊? 我看到人的 什麼? 你真正弄得我好緊張 我摸了 好,不要怕,不要怕 我想會通常呢,以我們的直覺來說 而且他剛才有一個標題說想想看你的操作方法,對嗎? 對,有可能,不好意思,我們再去一下,不要這麼緊張了,對不起 我們剛剛因為在二樓的地方,就是他們好像很多那種機場的地方 發現了一堆名字,還有一個燒金鑽的那個桶子 所以我們覺得這邊應該蠻有問題的,所以我們加了一個地板,來做一個空間的實驗 我們現在就是,工人已經把地板架好了 金鑫一再受到莫名的騷擾,是否表示現場具有特殊的靈動力呢? 靜態實驗中,請各位觀眾一起來發掘他的奧秘 那,那什麼東西? 有沒有看到? 白影吧,拍過去啊 可是我覺得是光,我覺得是光的感覺 不能用光亮晃過去 是在這個角落的地方 又來又來又來 重複穿梭在鏡頭下的光影,會是捕捉到了特殊的零件力量嗎? 現在,請注意以下畫面的變化 你會看到沒有? 這邊 我覺得好像是一顆頭 而且我覺得它很毛點就是,要出來又不出來代表什麼意思 你不覺得很像一顆頭嗎? 欸 你一定會看到在晃動,畫面怎麼都在晃 晃得很嚴重耶 有 我才有畫面在晃了 很嚴重耶 是機器的問題嗎?不是吧 應該是,我覺得這個感覺好像有一點點,好像是有人在推的感覺 他不會推我們的B8吧 不知道,我們看到人不好啊 你看,他晃...他...我沒有看過這種晃動的這種畫 是耶 他出現了兩次喔 你知道那個...而且,出現了兩次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知道... 欸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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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你剛剛... 這個第一棒...這個第一棒是往好地架在這裡喔 而且,其實周圍我們都沒有東西是...是靠在它旁邊的 可是剛剛那個卻一直不斷的在晃 周圍,前面晃 對,而且我們還看到一個東西 結果從門...窗口那直直的撲過來 這是那個窗戶 他竟然從那個...你知道這多高嗎? 這大概有兩層樓半這麼高 他竟然從那邊飛過來,直接朝鏡頭的地方攻擊耶 什麼東西啊?我不知道 鏡頭下的驚悚影像 是靈界朋友特意向我們顯現他的存在嗎? 現在讓我們一一檢查影片中所有的變化 地面上流動的光影 彷彿是有種無形的力量正在緩緩靠近 鏡頭下這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影像會是什麼呢? 它是靈界空間所為嗎? 之後感應畫面劇烈的搖晃又將做何解釋呢? 真是亡靈的攻擊行動嗎? 各位觀眾,我們現在播放的是整段感應過程 所有不可思議的狀況幾乎是一連串的發生 請定進螢幕仔細觀看 攝影機終於停止了晃動 但狀況並未因而解除 讓我們繼續封緊神經 注意以下更驚人的變化 現在我們加強畫面的放大效果 也請各位不要再錯過了 像不像是那種科幻片 就好像是有個什麼飛碟 或者是什麼一個時空交替這樣的一個光束 可是那顆也太大顆了 而且有自己的抑制 對啊,那種感覺它就直接好像要飛上那個 就是前面鏡頭的地方 而且在這個光束開始之前 好像就有些白眼會往裡面開始移動 對,這樣走 而且我在想說大概是那個白白的東西 造成DVA晃動吧 因為它是一直從那個DVA的方向一直流過來 並且是這樣滾的對不對,老師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呢 我們之前有講過有一些地方 就是比如說陰陽交界的地方 它空間會有扭曲的現象 那其實剛剛那個也是屬於 真的喔? 對,扭曲現象的之一 所以它中間為什麼會有很多的零件 朋友在那邊出出出出 也是這個因素 那所以剛剛在裡面 我們剛剛那一團光 它進來的時候 我們一般如果是 我們講說像一般手電筒開 你射過去它是一定是一條直線 可是如果你注意看那個光 它進來的時候 它是從拋物線的 對,而且有一個很不自然的一個角度 對,這樣擺出去 那老師我想請問一下 那個光 就是那一團光 到底是什麼? 其實那一團光就是靈光喔 是靈光 是一個靈界朋友嗎? 對,是一個靈界朋友 而且我覺得我們就是 我們剛剛現在才看DVA 他覺得窗戶裡面好像有個人影 真的好像有耶 是他在搞的嗎? 那是另外一個靈界朋友 那而且 而且在前面的時候 我們看到地上還有一個白色的影 好像在腳步在走有沒有 那個地方跟它的旁邊 靠鏡頭 那個電視的這一邊 還有一個黑色的影子 好像一個影子也在走動 反正好像很多人 就是一個 就是很多 走了一個白影 又有一個白影 所以老師你的講法是 當這些靈界的朋友 緩緩移動的時候 它會呈現一個霧狀 對 對不對 當它快速移動的時候 這個霧狀就會聚集在一起 而變成是一個光柱這樣子 對 移動 我有一個朋友他們家 就是一個 像類似剛剛影片裡面那個長廊這樣子 然後旁邊就是都是房間 然後他們的後門啊 就像剛剛那樣有一個窗戶那樣 他們就請那個風水師來看 因為他每天晚上都聽到有 有聲音 然後有人都從他的窗戶那個 這樣走過去 這樣散過去 每天他都看得到 後來他就請人家來看 就發現那個是陰陽的那個門 陰陽的就是陰間到陽間 然後陽間到陰間的一個門 有沒有可能 所以他們進出就在那邊 窗戶那邊那樣進出 所以剛剛那個就是 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 所以它才會有空間扭曲的現象 對 我發現好像很多那種陰陽門 我們在拍的時候 會有發生扭曲的現象 對啊 因為其實我們也沒有陰陽眼看不到 只是覺得那邊怪怪的 可是卻沒有想到說 我們竟然拍到了一個陰陽門 而且它那個地方喔 你看到那旁邊好像一格一格一格 你會發現那一個一個地方都很 感覺很陰的那種感覺 然後好像就有一個人可以藏在那邊 它這樣的格局來說 一般在風水上它叫排觀煞 好像你看好像一個人一個人 可以排在那個地方 感覺好像是陰間大樓的那個電梯間喔 一個一個這樣子的電梯這樣子 可以這樣進進出出出出 一樓有一樓的靈異現象 居然像老師講的一樣是排觀煞 接下來呢你們要進到三樓去 對不對 三樓還有其他更靈異的現象喔 趕快來看看靈異最前線的孤魂七號 靜太靈學實驗過後 尖兵繼續搜尋 還是狀況不斷 我真的不興奮耶 啊 你的頭髮快扯了一下 你是不是也被扯了 我剛剛也就是這樣啊 就在我們的後面 好可怕啊 為什麼 你去不要再弄了啦 我們 你是不是去勾到什麼 沒有 我這牆壁沒有東西啊 總覺得你們今天好像身體都被觸控 而且都在周圍啊 好麻喔 不好意思喔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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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們這個 其實上面應該是 你看 看得出來是很潮溼 然後一塊一塊落下來 這地上看得出來 是他們手上不夠 覺得會太潮溼 所以腳下 走 往哪裡走 往那個房間 啊 小心小心小心 不好意思 到處都有很明顯很多聲音 你知道嗎 他們這邊的柴 就是地上的跟那個樓下不一樣 這就是我們剛剛 樓 剛剛 在下面啊 天啊 我有巨高車 這是跑上 我們上來的耶 小心小高 欸這裡很多洞耶 你們小心一點 覺得好毛喔 毛毛的 黑白的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走上來就是我們剛剛從 在一樓的時候 往上看的地方 就是這裡 然後再往上看就看到最後的那個 蛤 好 我們現在站的下面啊 其實應該是空的 對 因為當初工人啊 在這邊施工的時候 有人就 因為你看他們的這個建構來講 其實需要一直常常爬高爬下的這樣子 所以很容易摔掉 蛤 你小心啊 蛤 你滑倒 你真的太緊張了啦 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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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 就你剛剛講 他們就是常常這樣一樓二樓跑 對對對 我們走過去看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那個門 你們在動 快點 媽媽要走啊 要來了 越往廠房內部 壓迫感也越明顯 是王林不斷跟進我們 而透露出來的氣息嗎 請觀察以下的畫面 不好意思 我們剛剛打 小心 看到有個門啊 剛剛那個門在動 我就有聲音 不好意思 大家小心走 小心 看到有個門啊 各位觀眾 你是否注意到畫面上的異常了呢 現在讓我們將光點定格處理 也請敏銳的你仔細觀察 不好意思 對不起 剛剛一直看到這個門 在動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走進來看看 天啊 這裡是哪裡 我覺得這應該是機房中的地方 發電機 你看連發電機裡面東西都被搬走了 等一下 我發現一個繩子 真的耶 不好意思 我們走進去 現在有一個怪怪的 會有人在這裡 那個吧 不好意思 你還要趕走過來耶 對 這會有人那個吧 感應將會有何意外的發現呢 更不可思議的鬼話連篇即將引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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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斥著鬼魅傳聞的廠房 一再讓煎兵們感覺到不尋常 這樣的異狀真的會如我們所推測的嗎 對 這 不會有人那個吧 可是 沒有 你看 它上面綁的是一個 這是 絕對 大概有一個人嗎 你看沒有人說 是高到那種這樣子的 為什麼要在這邊呢 你知道嗎 因為它這邊圍起來 而且比較硬 就比較容易 如果要是有人 要在這邊怎麼樣 或者是 甚至於你要把人家怎麼樣 搞不好也是在這裡 好 我們現在啊 就是要在這個 我們剛剛發現了 這個 上吊的感覺 疑似上吊神鼠的地方 要做一個 屬於那個 就是人的那個 靈學實驗 然後呢 那個 尹珍妮給他留下來 在這邊做一個實驗 你有我 每次都是我 每次都是我感應 每次都碰那些怪的東西 我不是你 每次都是我 我討厭 彩哥說多 給他一個 沒有啦我在 我在旁邊站 那你要保護我 不過因為這邊真的 蠻危險的 我們一直 看到一些怪怪的東西啊 然後 而且這個真的 蠻詭異的 那 彩哥他要 你就要站 在這邊外面就好 不要前面 站進去人家跑不出來 對啊在外面就好了 可以了嗎 可以的話我們就準備了 我們就把 把機器架好了 這個是我要 拿麻包的 他站在這裡嗎 對我先就這樣 站好站好 要拍到大聲之後 我現在在那個 上吊 儀式上吊的地方 來這邊做感應 然後看到 會不會有什麼 不是事情發生 因為我發現後面 有一個繩子 是非常奇怪的繩 竟然會結在這個 那個梁柱上面 你可能太緊張了 因為現在目前呢 你的這個畫面上面呢 是很正常的 畫面上真的是平靜的嗎 存在於黑暗角落的亡靈 會以何種方式 與影針進行感應呢 現在請各位豎起你們的耳朵 仔細傾聽 可是我這邊一直有腳步伸耶 從後面傳來了 你也不用擔心 那個彩哥他站在那個 我們兩個人的中間 保護你 即使在監看螢幕現場的 Amy 似乎也避免不了 雨林姐的感應 就在Amy 專注的神情背後 我們竟然發現了 更驚悚的影像 真的比較方便救人 因為我在 Amy 各位觀眾想必跟我們一樣 極密知道這個光點會是什麼吧 讓我們放大以下畫面 並進行定格處理 像是用光點拒絕而成的畫面 竟然形成一張不完整的臉 這只是視覺上的誤判 還是亡靈顯像了呢 你說什麼東西 Amy 什麼東西 Amy 我說我一直覺得有東西 腳步伸在我後面走動 其實每個地方都覺得怪怪的 小哥 我告訴你 你小騙人 即使Amy極力保持鎮定 不明的力量 卻朝他無情的襲擊過來 你嚇人 我看他竟然有白光耶 他有白光耶 誰白光 啊 不知道 你扯掉 小哥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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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我剛剛不看到你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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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邊有狀況發生了 啊 好痛喔 啊 痛喔 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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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白光 那個我的頭髮被扯掉了 而且我剛剛被板子打倒了 你怎麼打倒啊 我不知道啊 這個 怎麼可能呢 我剛才被扯掉了 什麼東西啊 不要嚇我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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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無情啊 那個 阿 這個 你來 我們 我們過去一下好了 小心 剛剛 小心 這邊正厉害 大 你 什麼 你 怎麼 我 我 你 他 你 怎麼了 那 小哥 剛剛 他 你說什麼 後面 有一個 白光 什麼 我們出了一個 因為我有回頭看 結果我們出發就會出掉了 Amy究竟發生了什麼意外呢 讓我們仔細檢查影片內容 走開 啊 不要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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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後面都沒有 我不知道 媽媽給我去看看 攻擊的力量 是從哪裡來的呢 板子竟然在鏡頭前 硬生生砸上Amy了 不要動了 沒有 我這邊有狀況發生了 啊 好痛喔 啊 好痛喔 阿嬤 阿嬤 不要 那個我的頭髮被扯掉 而且我剛剛被板子打倒 原來最危險的地方 不見得是最危險 反而是你擔任的地方才是最危險的 而且其實啊 我做這個節目那麼久 我從來沒有說 然後人在看Monica被攻擊的 因為那時候很專心來看影真 那到底怎麼一回事 因為通常我發現呢 我帶了新的尖兵 都會出很大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 一定要盯緊Monica看 結果沒有想到 那 因為他是一個人 單獨存的那個環境 對不對 只有一個架個DV8 陪在他那邊 所以 大家會特別注意他的安全 這邊還有一些什麼攝影師啦 工作人員在 反而比較不會注意到 對啊 其實你 你的頭髮用什麼東西綁 就是用一個那個 就是綁頭髮的那個 鬆緊帶 對對對 像那種東西綁住頭髮 那事後 妳又在找那個東西 掉到哪裡去了嗎 我事後有找到 不是 掉到哪裡 就是在那個 我們看到那個鬼臉 爛掉了一半 那個鬼臉 那裡放了 房間裡面 就在那個口口的地方 可能是因為我真的 滿不尊敬他 所以我沒看到他 其實我覺得 真的沒看到他 我覺得你當下的危機意識 應該也沒有吧 因為你只專心去照顧影真 所以你沒有自己覺得 後面應該有鬼 你甚至不太相信那個 小高講的話吧 對不對 對 而且那時候我頭髮 一被扯掉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說 小高到底 因為只有他 他站在我前面 小高攝影師啊 對 我就覺得我後面沒有人啊 那小高一定有看到狀況 我沒看到人 我好奇 那藍色的那個影子啊 是什麼樣的一個 靈界朋友 他幹嘛要一直扯你 對 我不知道 那感覺好像是說 他在那邊看那個鏡頭 結果呢 靈界的朋友也在那邊看 看你們到底在看什麼 結果那邊 不知道在那邊拍到了 攝影師跟他講說 有一個藍光 哪有 不可能 靈界的朋友過來 哪沒有 有 我想寫一下 哪沒有 他好像是躲在那個門縫 那個旁邊 那種露一半的臉在看那種 沒有 我是覺得他的臉是爛掉 你沒有發現 他是只有這樣子的臉嗎 半邊的臉吧 你再講 到髮夾都會不見嗎 對不起 對不起 你很帥 不好意思 問一下老師 老師 其實 本來你真的那邊要拍的 就是希望說 看能不能看到那個自殺 是不是有自殺的靈在那個地方 結果那個自殺的靈 結果跑到那個 Amy那邊去 所以他確定那邊有一個自殺的靈 就對了 有自殺的靈 一般我們這樣講 因為他會呈現藍色的光 他表示他是很冷靜 生前 他死以前他是非常冷靜 他不是說好像一般意外或怎麼樣 他是 他已經有心理準備 他要自殺 對 他有自殺 而且我也發現 剛剛我看到那張臉啊 是完全沒有表情 就像老師講的 非常冷靜的感覺 雖然只有一半的臉 可是他的表情有看得見的感覺 所以他既然是呈現那種藍光 既然是冷靜的 既然是沒有那種怨念跟怒氣的 有怨念怒氣 那他過來扯掉他的頭髮 甚至事後還來衝撞他 拿板子去打他 那會不會有更大的危險存在後面 其實是會 一般來說的話我們講 他們這種 像這一種來說的話 他攻擊你 他其實都好像很正常 就是 很正常 你看有些人就是很冷靜 走過來 這樣推你 他要做什麼 他就打你或怎麼樣 那基本上 對他來說 他好像好像認為習以為常 好啦 因為呢 外國人到台灣來這邊開設工廠 沒有注意到台灣這邊的習俗 所以呢 造成了很多的這個靈異現象 不斷地發生 而導致整個工廠的停工 對 這就是呢 應唸了我們一句老話 叫做入境要問俗 這次你們帶隊大隊人馬 一起到馬來西亞去 馬上就要帶來更多 好看的影片 你們有沒有入境問俗 有 我們禮貌做得非常周到 無敵組 但最後還是要感謝您 不要忘了每個禮拜六 禮拜天晚上十一點鐘 準時收看我們東森綜華台的 鬼話連片 拜拜 程序過程一向相當順利 家裡也十分富裕的大學生 卻因為感情問題遭到家裡反對 做出了偏激的行為 先是下手將女友以要迷婚 再以自焚的手段做出抗議 大夥雖然隨即被撲滅 卻已回天法術 航拳路上殉情的兩人 是否能攜手共渡呢 真相究竟為何 竟帶靈力尖兵的探訪 設isty mean 曾有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